及时新闻综合报道 今23日晚至明24日 受东北季风增强影响 影风面低北北基 宜兰华东地区局部大雨几率提高 各地清晨低温约14至17度 白天气温较为舒适 中南部日夜温差大 高频地区空频为橘色提醒 其他地区为普通良好 据中央气象局预报 持续受到东北季风影响 水气增加 今晚至明影风面低宜兰 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地区 花东地区降雨几率增加 其中宜兰及基隆容易有较大雨势出现 花东地区警铃新阵雨 提醒民众外出期待雨具 以防万一 温度方面 明天各地清晨偏凉 低温约14至17度 北部及宜花地区因为雨音量增多 高温比今天略降3度 约17至20度 中南部台东地区约23至28度 整天感受较为舒适 中南部日夜温差大 据天气风险指出 相同类型的天气形态维持到周四 25周日 28将会有一波冷空气南下 届时全台转变成湿冷天气 空气品质方面 明日高平地区为橘色提醒 对敏感族群不健康等级 北部 竹苗 中部 云嘉南 宜兰及金门 马祖地区为普通等级 华东及澎湖地区为良好等级 中文字幕志愿者